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注意在向后端再来去进行一次请求的 所以就说在向后端进行请求的时候呢 是分为有不同的条件来进行触发 那咱们来看一下在后端当中我们怎么去写呢 咱们还在后端里面呢 设计点GS 设计点GS当中呢 我们来去看一眼 因为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 应该是页面一加载好的时候呢 就应该去请求一次 然后呢 紧接下来条件在变化的时候呢 再要去请求 而且是请求这个条件 有可能是在页面当中不断地进行更改 所以就是说向后端请求的时候呢 这样的一个过程也就是频繁出发的 所以我们就把这样的一个行为呢 咱们来看一下 这前端呢我们就不再去前了 我们把这样的行为呢 就给你进行一次封装 也就是说是变成了一个函数 只要你要向后端进行请求数据的话 你只要调用我给你封装好的这样的函数就可以了 那我们在这个函数当中呢 也就是比较简验的 咱们在函数当中最主要的工作呢 就是向后端去发送请求 获取房屋的这样的数据 只不过是说获取房屋的这个数据的时候呢 我们得有在后端当中所对应的 咱们说的这五个条件吧 这五个条件呢 是有可能是需要我发送给后端的 所以呢我们需要去获取这五个条件 然后再次向后端发送 那这五个条件从哪来呢 我们来去看一眼 首先这个LID 这个LID呢咱们从哪来呢 这个LID的话我们就错了 就应该是说 当你在这个地方点击的时候呢 你在这个地方点击 点击哪个程区的话 然后呢最终就是哪个 哪个程区会被激活 那在这个页面当中呢 我们来去看一眼相对应的 在这个search点这个atml当中呢 每次点击程区的时候呢 在这个地方 位置的这个程区 然后呢在这个页面当中 这个程区实际上也是应该一开始 先向后端去发送的 所以我们看一下 在后端当中 在后端当中 看页面一加载好的时候呢 我们在这里面去向后端 获取的请求 然后呢把数据拿过来之后呢 已经会填充到这个地方来了 所以就相当于 我们会在这个地方 位置的这个程区呢 往外去提取东西 在填充的时候呢 它是往这里面去填充着 这样的list的这样的标签 所以呢我们只要根据这样的LID 然后往外去拿就可以了 所以这是关于这个程区的条件 我们从那个地方 LID当中 往外去拿取激活的那个地方 然后呢 接下来再有的就是说 如果他没有去选择的话 那给他去置为空 就相当于是没有选择程区 那应该是所有的程区 再有就是关于 起始时间跟结束时间 那起始时间跟结束时间呢 也是关于这个输入框当中 所对应的这个值了 在这个输入框里面呢 在这个search.js当中 这里面有入住时间相对应的东西 那这个入住时间呢 也是在前端当中 使用了那么一个插件 也就是说对应的是这个 bootstrap里面的这个date picker 然后呢 在这个前端页面里面呢 前端人员已经去做好了 有这样的一个 对应于这个日期的一个 初始化的这么一操作 所以呢 我们紧接下来呢 只要在哪呢 在这个页面当中 根据这个入住的期始时间 跟结束时间的 这两个输入框的值 我们给它提出来就可以了 所以呢 相对应的 我们在这里面呢 时间也是从页面当中 往外去提的 在这里 时间也是从那个输入框当中 往外去提的 提完了之后的话 那还有对应的这个排序的关键字了 那排序的关键字呢 也是在页面当中有的 我们来看一眼 在页面当中 凡是说被点击的那个地方呢 前端会把它设置为active 比如说激活 所以呢 凡是去找到active这样的标签的 那个对应的排序关键字呢 就是需要我发送给后端的 再接下来的话 就是说前四个条件就有了 前四个条件有了之后呢 那接下来主要条件就有 就可以往后发了 但是呢 说还有一个关于这个页面呢 我们要去请出这个页面 那要去请出这个页面的数据的话 我们来去看一眼 这个当前是地级页 那当前地级页 就会有相对应的条件了 有什么样的条件呢 我们来去看一眼相对应的 那比如说我第一次进行加载的时候呢 我可能没有出任何的这个配置这个值 所以呢 它应该是第一页的数据 然后呢 随着我页面往下不断的滚动的时候呢 它的页数再往下进行增加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那除了这样一点之外呢 当我们没点击一个新的这样条件 比如说把这个条件改掉了 从牛低到高 那这时候呢 相当于应该是页面 又从第一页开始往下进行加载了 所以就相当于这个页数的话 是需要在页面当中进行控制的 那特别是说 我在页面进行往下滚动的时候呢 它要从第一页变成第二页 再变成第三页 有这样的累积效果 那它怎么累积呢 我们还得在页面当中进行记录 所以呢 咱们在这个页面当中呢 就给你记录几个条件 一个是当前页面是第几页 然后呢 还有就是下一页要去请求的时候呢 应该是请求第几页的数据 那紧接下来 我们在这里面只要向后端发送请求的时候呢 我每次就直接根据这个记录的 这个该请求的那个页数的数据呢 直接进行请求就可以了 所以呢 这是关于这点 那么说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呢 把这个条件都拿过来 拿过来之后呢 就直接向后端去发送请求 然后呢 紧接下来 后端呢 就会把数据返回给我们 这是我们昨天所缺解的 后端呢 会把这样的数据返回 那返回的时候呢 我们在这里面又要进行处理了 如果说你的返回状态码为零的话 好了 我要填充到页面当中 但是在填充页面当中的时候呢 还有一点问题 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我们来去想一下 在这里面 我们进行操作的时候 还是分为情况 如果页面往下进行滚动 那就代表说是请求了一个新的页面的数据 请求了新的页面数据的话 那新的页面数据呢 应该是说 还是追加到这个页面当中来 原有的那个页面 比如说从第一页请求到第二页的话 那第一页应该还保留 然后第二页追加进来 这是一种的方式 那除了这样的方式之外 反而是说 你比如说从首页点击这样一个搜索 搜索进入进来的时候呢 也是向后端请求数据的 但是呢 它却不是追加 而是说把整个页面数据呢 直接填充到页面当中来 还有什么东西 当我改变这样的条件的时候 当我改变这个条件 无论当前页面 已经处于第一页 比如说处于第二页 第三页了 那好了 只要我的条件一变 那整个的数据都得变 所以就相当于 又是从第一页开始来做的 所以从第一页开始来做的时候呢 那就相当于 把页面当中原有的数据 全部都清掉 然后呢 替换成最新的数据了 所以就说 在拿到数据之后 往页面当中进行填充的时候呢 会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进行追加 另外一种方式呢 是把所有数据呢 通通的全都替换掉 那你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所封装的这样的方法呢 无论是哪种都可以是向后方请求的 所以呢 咱们在封装这样的行为的时候呢 我们就给你传入一个这样的参数 传入这样参数的时候呢 然后呢 你调用我要想更新页面里面的房屋数据的时候呢 你就告诉我 我拿到数据之后 到底是应该往页面里进行追加呢 还是说把页面当中数据 通通的都换掉呢 所以我们就可以定一个参数 由调用的人员来给我们进行指明 所以呢 我们现在看一下 当我们拿到数据之后 然后呢 我们来进行判断 如果说你给我传入过来这个参数呢 比如说我们把它叫做数据轻功 重新展示的话 叫做renew 而其他的呢 你比如说就是await呢 那如果你给我传的是进行这样的刷新操作 把数据全部清掉 那这时候好了 我就把我拿到数据之后呢 当前的页面的这个数据呢 我给你记录为 已经是变为第一页 从第一页开始做了 然后呢 紧接下来 我们把页面当中 要去展示的这个地方呢 通通的给你放成了一个这样的模板 然后呢 会构建这个模板 这个模板呢 就是每条的一个一个的条目了 所以呢 我们要把后端拿到数据 渲染这个模板 既然是进行刷新 那好了 我们只要把渲染这套位的结果呢 直接把这个URL所对应的数据值呢 通通的替换成它的值就可以了 所以就相当于 把那个里面的那个 这个URL 这个List 看一下这个HouseList 这个东西呢 它的这个ATML 通通的给你置为 渲染之后的结果就可以了 如果不是这样刷新 而是这样的一个 重新在进行填充 追加的话 那好了 追加的话呢 也就会说 这个页数呢 就不再是第一页了 而是说 页数呢 应该是记录为 你当前刚刚请求过的 那个页数 然后呢 紧接下来 我们还是往这里面定义填充 只过是呢 使用额碰的方式 再把渲染好的结果呢 不断的往这个容器当中 进行追加了 所以这是关于我们 封装的这样函数 这个函数封装完成之后 那就看了 你有什么样的触发条件 你只要进行触发 然后呢 去执行掉这个函数 就可以了 那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点情况呢 就应该是 到页面一加载的时候 也就意味着说 当从这个搜索页面 进入到这个页面的时候呢 需要进行加载 从这一面进行加载的话 在哪呢 看一下 应该是在这个 Document.ready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进行请求 但是这个请求的话 我们又给你放到了哪呢 我们放到了 当在这个地方的条件 看一下 我们先去在 应该一加载好的时候呢 先要向后端器 请求这样的程区信息 然后呢 请求完成程区信息之后呢 我们去便利程区的 这样的数据 把程区的数据呢 直接给你填充到 这个地方来 填充到这个地方来之后的话 然后呢 接下来 我们在这里面 就进行了一次 那个函数调用 更新页面里面 房屋的讯息数据 然后呢 进行相对应的刷新操作了 那我们为什么放到这呢 原因就在于说 我们刚才所说的 这个函数里面 在获取程区信息的时候 Average ID的时候呢 我们是从哪获取的呢 是从这个地方来进行获取的 然后呢 这个地方的值 又是从哪来的呢 你可以是在这里面点击 如果是不是这样点击 而是从第一次 从主页跳转过来的 那从主页跳转过来的时候 我们来去想一下 比如说我在主页当中 选择了一个东城区 然后呢 回过来点击搜索 点击搜索之后呢 那应该进入到 我这个页面当中来 我是不是得把 那个首页的参数 给我传到这个页面当中啊 所以把首页里面的 你比如说首页选的 这个城区 还有对应的期时间 跟节日时间呢 我们在首页当中 以这个选择之后 以链接参数的方式 传到我这个页面当中来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页面当中 一开始呢 会先从哪呢 会先从这个 请求的那个参数当中 这是我们昨天所说过的 从请求的查页资货带当中 进行解析 解析之后呢 把期日时间跟节日时间 然后呢 以及这个城区的这个参数 通通的都从这个链接里面提出来 提出来之后呢 我们向后端 这里面去获取所有的城区信息 然后呢 拿到所有的城区信息之后呢 我们要对城区进行便利 如果你拿到这个城区的信息里面呢 正好有从前端传送过来的相匹配的 就代表这是在首页当中 有用户点击的 那所以我们在往这个地方进行填充的时候呢 就要把用户去选择那个城区 在这个地方呢 给你标出来 标出来之后呢 这里面就有了 所以接下来我们在这里面做的工作呢 就是进行便利 然后呢 去找到跟这个条件相匹配的那个东西 一旦找到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地方呢 给你设置为 有一个叫做Active的 如果没找到的话 那其他的都是普通的 往里面居加去配的 所以在这里面一旦形成之后 那紧接下来 我们在调用函数的时候呢 才能够从那个地方把这个城区拿过来 所以这是说 我们相当于将后端请求 请求完了之后呢 有了那个条件 我们再去调用这个函数 向后端去发送请求 获取网络的数据 而且呢 这是第一次请求 所以呢 应该是页面的刷新操作 也就意味着说 把数据直接往那个区域进行填充 这是关于这点 然后呢 那紧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当我们在这个地方 每次更新一个条件 每次更新一个条件之后呢 再点击这个地方 然后相当于 我们又要改变了条件 一旦改变条件的话 又要重新去请求数据了 所以呢 这个地方在哪呢 这个地方的话 简单人员已经也帮我们通招好了 你只要是说 在这个地方的条件一改变 那它改变的时候呢 通通的都是执行了 这样的一个函数 就相当于 你在这个地方 选择完条件之后呢 一点击那个 模糊的那个黑块的时候呢 就相当于它会去执行下这个函数 把里面的最新的条件呢 通通的去进行一下形成 形成之后呢 那接下来又能够进行操作了 所以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那是在哪呢 那个条件是放到了 在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 刚才我们所看到的 当我们在这个地方 改变一下这样条件的时候呢 点击底下 这是一个遮掩框 所以相当于 只要点击这个遮掩框的时候呢 然后呢 这里面要把遮掩框隐藏 直接来去更新一下 上面这个最新 你选择一个结果 这样的条件 一更新完成之后 我们又在这个地方呢 去进行一下 击数调用 去请求数据 因为你现在已经把前列更新了 所以呢 这个我要把当前记录的 当前页数据 给你置身为一 然后呢 马上要去请求的数据呢 也是唯一 总页数的话 我不知道 所以就先也跟数据化为一 这是关于当前 然后呢 就再去发送请求 向后端拿起数据 就事关于这里 那除了这样操作之外 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还有的东西呢 就相当于是说 当我们去点击 向后面不断地进行 这样滚动的时候呢 那又需要去拿取数据了 所以在页面当中 向后面去往下滚动 拉取数据的时候呢 又对于呢 前端的一个条件了 是前端哪个东西呢 前端的话 会把这样的方式呢 在页面一加载好的时候呢 它给页面当中注册了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呢 就是页面滚动的 onscroll 这是前端当中的 那onscroll的这个方法呢 就相当于 你只要在这个地方一滚动 那好了 就不断地会去执行 你给它填充的这个 funker这个函数 那这个funker函数当中 要去做的什么工作呢 这是之前 我从公司的那个 一个前端人员 选的代码拿过来的 它所做的这个工作呢 就是在你每次进行滚动的时候呢 都实时地去判断一下 你当前滚动到的这个位置 距离页面底端的位置 有多少 就是它每次都在进行这样的 通过这样的document 里面iment 然后呢 进行去拿取这样的一个距离 拿取这个距离之后呢 再根据谁呢 再进行计算 去计算一下 离底端的距离还有多少 一旦离底端距离呢 很近的情况下 然后呢 就相当于我们写的是说 离底端大概还有50个像素的时候呢 那好了 我们就可以去向后端发送请求了 虽然相当于我们会在这里面的 向后端发送请求 但是不是说你在往下滚动的时候呢 始终就会进行调用 而是说我要去判断一下 如果当前的页数 跟你之前告诉我的总页数 这个东西呢 已经是 还是小于 这种情况下 那好了 我向后端请求 但是呢 我一旦发现 我当前记录的这个当前的页数呢 已经比你的 拿出来的 返回给我的这样的总页数 已经是相等的了 那就代表 是不是已经到达最多的页数了 所以我们就不再相当后端请求了 那个总页数是哪来的呢 每次当我们向后端请求数据的时候呢 我们都不仅要把数据往一面当中填充 还要把后端给我传送过来的偷偷配的那个总页数 也记录在当前页面当中的这个全局变量当中来 所以在这里面一直维护着这个总页数 也就意味着说 当我每次进行滚动的时候呢 我都去判断一下 当前页数跟总页数的关系 如果小于 那好了 我去改变一下 接下来要去请求这个页数呢 他欠下来请求的页数呢 应该是当前页数再往下加一 然后呢 更新完成之后 我就去直接发送请求 去拿起数据 如果否则情况下的话 那好了 我就不再发起这样的请求了 这是关键 那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这样的效果 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的效果 我们先进入到这个搜索页面当中来 那我们先 我们 太快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进入到搜索页面当中 进入到搜索页面当中的时候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面这个条件 看到了吗 然后呢 所有条件都没有 排序关键字是 new 然后呢 配置等于这是第一次请求吧 然后呢 紧接下来 我们把它这个去掉 我当页面当中 我说了 我现在是每页是两条 所以呢 当好第二条正好就在页面底端吧 所以我只要往上一拉 往上一拉 你看一下 这里面是不是已经在向后端发送了配置等于二了 就是关键点 然后呢 我再随着再往下 就往下去拉的话 在里面去出发的是第三页的请求 然后呢 我们这里面只有三页的数据 所以呢 我再往下拉 拉到底端的时候呢 也不会再向后端发送请求了 就是关于见点 那这是在前端当中 前端同学通过控制页面的一个计算的一个距离底端的这个样的长度来进行操作的 我们只要把我们的函数给他放到他所对应的这个事件里面来就可以了 这是关键点 只不过是说在做前端当中的时候呢 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地方 哪点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我们去想一下 你在这个地方从第一页 然后呢 往下拉 往下拉的时候呢 加到第二页 但是呢 你拉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很有可能你跟后端之间在传输数据的时候呢 有一定的延迟性吧 可能数据还没反过来呢 可能数据还没反过来的时候呢 前端同学就可能用过来说 他的速度会太快了 所以很快的又往上去拖 又往上去拖的话 那个距离跟底下呢 又还是在那个范围之内的 所以呢 又往下去请求了第三页的数据 所以相当于连续向后端发送两次请求 导致再回传的数据呢 就乱了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要去做一下处理 做一下什么处理呢 我们还是要去维护着一个对应的 我们还要去维护着 我们可以去找一个这样的全局变量 这个全局变量呢 就代表是说 我专门去记录 只要你向后端发送的请求 然后呢 后端还没有拿出数据的时候呢 我们就把这样的查询的状态呢 给你设置为真 然后呢 一旦后端把这个数据拿过来 我填成完成之后 再把它改为假 所以就相当于是这样的方式 我们来去看一下 每次当我向后端发送请求的时候呢 我都先变成什么样的方式呢 我们看一下 在这里面页面进行滚动的时候 页面进行滚动的时候呢 我刚才说了 这是页面到底端 页面到底端的时候呢 应该向后端发送请求了 所以在后端发送请求的时候呢 并不是立即发送的 而是我先来判断一下 判断一下当前那个全局的变量 也就是说 摆出来的 有没有还向后端发送请求呢 如果还正在向后端发送请求的话 那好了 我不能进入来 否则如果向后端发送查询数据那请求呢 是被boss 这你家的叹号取反 如果没有向后端请求 那这时候呢 我才进入进来 我首先把这个条件给你设为处 然后呢 我再来进行一下计算 如果页数是正好说是能够请求的 我向后端发送请求 所以呢 在这里面已经把全局的东西呢 给你设置为处了 就代表现在呢 正在向后端发送请求 所以也就意味着说 你哪怕页面当中再进行滚动 然后呢 我数据还没出发音完的时候呢 再触发这里面呢 然后呢 也进不来了 如果你还是小于50的话 当前已经变为真了 你再进来的时候呢 这个条件就已经进不来了 所以就不会再触发第二次了 然后呢 什么时候呢 当我们从后端拿到了这样的数据之后 我们首先就可以把那东西改为gain false 代表是说 当前的上一次请求已经处理完了 然后呢 你页面再滚动的时候呢 这里面又能够进入进来 然后呢 再把它设置为真 再进去下降的数据 所以是加了这样一条件的一个限制 好 这是关于这个页面当中的一个前端的一个东西